以前吃过一次印度菜 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一道印度乳酪香饭 奶香浓郁 深得我心 这种饭是用印度长粒稻米烹制而成的 味道很香 而且它的做法很多 和我们平常吃的以蒸为主的白米饭不太一样 出于新鲜感作祟 小强哥忍不住去调查了这种长粒稻米 想知道他在中国的行情怎么样 结果却大跌眼镜 它的售价大约在每公斤35块钱 而就在他旁边的原粒大米 只要8块钱一公斤 价格相差4倍还多 都是大米 凭啥这长粒米就贵这么多 难道就因为长得长 既然长粒稻米的价格那么高 口感也受到国内很多人的喜欢 为什么我国不进行大面积种植呢 欢迎来到科普启示录 我是小强哥 其实长粒稻米卖的贵也是有原因的 因为我国种植的主要稻米是原粒米 居民习惯吃的也是原粒米 而这种长粒米原产自印度和泰国等地 披上了进口的华丽外衣 身价自然也就提高了 还有就是一些商家 在包装长粒稻米时会写上 泰国香米印度香米等字眼 混淆视听 让消费者认为这是外国米 价格比国内自产的大米贵一些 也无可厚非 虽然长粒米和原粒米都通称稻米 但两者其实是有标准分类的 长粒稻米也叫做鲜米 主要在印度 泰国等地区种植 而原粒稻米也叫梗米 我们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梗米生产地 袁农平爷爷研究的也主要是这种稻米 长粒米外形细长 吸水性比普通稻米弱 喷煮后颗粒分明 十分蓬松 不易粘连 而且营养丰富 闻起来还有股淡淡的香味 泰国香米也属于长粒稻米 外观细长 晶莹剔透 含水量较少 喷煮后同样有股香味 吃起来口感软糯又嚼劲 是不可多得的优质长粒米 在2020年世界大米比赛中 泰国茉莉大米脱颖而出 独占熬头 荣获2020年世界最佳大米的称号 泰国长粒米以香气闻名于世界 在我国最常见的是椭圆形的短粒米 它比鲜米更加饱满 喷煮后有一点粘性 口感软糯 层次丰富 是我国产量最大 销量也最高的一类稻米 我国居民最喜欢的大米烹饪方式 就是蒸或者熬粥 蒸煮出来的大白米饭没有味道 大米的口感和软糯程度 就是大家判断它是否好吃的标准 跟米饱满的颗粒 吸水性也较好 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中国人对口感的追求 而且中国人的饮食习惯 就是一碗白米饭 再加上几个配菜 这时候 梗米更浓厚的饭香和菜结合在一起 才是最佳选择 当然 如果要让印度人来选 他们肯定也不会选梗米 而会选择长粒稻米 这和两国的饮食习惯 是息息相关的 细长的长粒稻米 吸水性较差 吃起来比较干 更加适合用来做炒饭 咖喱饭等等 这样能与调料的香味 很好的融合在一起 一些国家还有吃手抓饭的习惯 长粒稻米也是更加的选择 因为短粒稻米蒸过之后有粘性 若是用它来制作手抓饭 那可能吃进去的还没有粘在手上的多 简单来说 不同的传统文化 造就了人们对米的不同品味取向 而中国则根据习惯选择了原粒米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两种米的营养价值 又没有差异 长粒米和原粒米都富含碳水化合物 蛋白质 脂肪 膳食纤维 维生素 铁 铅等营养成分 但也有细微的差别 原粒稻米中含有比长粒稻米更多的 维生素B2 维生素E 钙等人体必须的微量元素 而长粒米中的锡含量要高于原粒米 锡是一种人体必备元素 但补充量并非越多越好 相反 锡的补充过多 反而会引起不良扣果 而我们平时从肉 蛋 鱼中就能补充到人体所需的锡元素 可以说是完全没必要 为了追求这个 去特地使用长粒稻米了 还不如多吃点香喷喷的大米饭 多补充点其他微量元素 最重要的还是中国的地理条件 并不适合种植长粒稻米 印度 泰国位于南亚季风区 都是属于热带气候 全年温度都比较高 而且降水较多 以印度为例 这里的年平均气温 可达25摄氏度左右 最冷的时候 温度也能达到15摄氏度 在中国 市宜种植水稻的北方地区 和部分南方地区 大多是不满足这个条件的 满足这个气候条件的海南 西双版纳等南部地区土质又不是很适合水稻生长 菊生淮南则为菊 生于淮北则为纸 生长条件的不同 会对水稻的品质造成很大的影响 因此 印度 泰国的长粒稻米 不适合在中国的大部分地区种植 地理条件限制了长粒米在中国的大面积种植 不仅如此 印度长粒稻米产量不高 不能满足我国对大米产量的需求 印度 泰国的长粒稻米产量都不高 母产量大约在300公斤左右 而我国的原粒杂交水稻母产量 能达到600到800公斤 优质示范田 甚至能达到1000公斤的母产量 是长粒水稻的三倍之多 另一方面 我们国家是坐拥14亿人口的人口大国 我们对主食的需求量巨大 要保证每个中国人都能吃上饭 吃饱饭 大米种类的选择就十分重要 长粒稻米可以说是大米中的奢侈品 相对于原粒稻米来说 不仅产量低 而且价格高 不适合作为老百姓的日常主食 需求量没有那么大 自然也就不会被大面积种植了 我们日常生活中会看到这样一个现象 超市和商店中卖的最快最好的 总是原粒大米 对于一些少数有长粒稻米需求的 消费者来说 靠国内小面积种植 以及进口就可以满足 所以 无需再在国内大面积的 种植长粒品种的水稻了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一方水土养一方米 作为粮食作物 长粒稻米和短粒稻米 是没有好坏之分的 不过如果要小强哥选择 我会毫不犹豫地端起 我的大白原粒米饭碗 长粒米偶尔吃吃可以 但是如果要每天吃 可能它就没有原粒米那么香了 袁隆平爷爷培育的杂交水稻 解决了所有中国人的吃饭问题 因此只有攥紧中国种子 才能端紧中国饭碗 要实现自立自强 选择最适合中国的粮食种植模式 你更喜欢吃哪种大米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交流 我们下期见